全球NIT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锁定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这个节目是由台大风险中心跟NITS Radio所共同制播的 如果说当危险已经进逼到威胁每个人存续的层次 这个看起来所谓的全民话题 可是现实却呈现了民意少关心 那这时候我们当然更应该努力的来把大众一起来唤醒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就是当我们看到了疫病打乱了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的秩序 然后碰上了气候灾难 台湾的能源转型瓶颈 还有人口老化 核色经济 和台湾的人才与低薪的问题 它彼此交成的这个效应 直白地说起来 这些事情就是国家的事情 就是年轻人是不是还持续低薪 年轻人的希望未来到底在哪里 这些议题为什么说它其实跟你我都息息相关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观点会客室里面 要来跟大家所分享的一段演讲 是由周桂田教授在NIT Media所于12月11号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面的精华摘要 如果您是会客室的老朋友 其实一定认识我们的桂田老师 不过我还是为第一次听的朋友介绍这位讲员 周桂田老师他师曾自提出风险社会概念的德国思想巨部 而他目前担任台大风险中心的主任 也是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教授 我们一起来听 我首先会来讲整个全球气候灾难 我想大家会耳熟能详 台湾在整个东亚 尤其在亚洲跟日本南韩跟中国 我们在整个气候灾害的状况 我们的整个排碳 因为各位知道气候灾害 气候变迁跟排碳有非常关系 那气候变迁跟大家其实最有关系的就是 其实大家在去年吃没有奶積 那今年其实奶積的量也非常的少 那蜂蜜的量也跟气候变迁都有关系 那另外我另外一个谈的就是说 台湾其实现在内部面对几个系统风险 这都不抽象 待会大家就可以听到大概的内容 那国际上怎么看气候变迁 然后台湾现在到底政府跟产业界 跟社会准备好了没 大概就是从这几个面向来谈 那大家知道就是说 这次的这个新冠肺炎 它基本上是一个短期快速跟突发 气候变迁看起来是长期跟缓慢 可是大家如果拉回那个记忆 其实我们在2001 这个几个台风 2001开始到201到最近 我们国内外我们的国内其实有面对非常多的风灾 纳利台风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 然后这个88风灾 还有这个2018823水灾 其实这个都跟我们的 也就是说其实无论大家讲说这个 传染病或是气候变迁都是 一个是短期一个是长期的 但现实上其实它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其实它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 我们在国际上讲说它这个是一个新的常态 然后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 它是没有办法去预估的 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灾难 包括气候包括这个疫病传染 是没有办法预估没有办法预见 很难控制 那发生的时候要去抢救跟补救 它都有它的困难 所以这个都是数据 这边我就大概稍微跳过去一下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世界经济论坛 从去年到今年的每一次的每年度的报告 这个是去年的报告 我回到这一章 就是问了全球一千个所谓的商业精英 你认为最可能发生的五项的风险是什么 各位可以看到这五项里边有高达 几乎五项都跟气候有关系 也就是说这是去年大概十月九月调查 在今年二月公布的 那时间关系我就不讲这个Future Earth 这个是一个学术组织 他们在今年二月公布的时候 简单来讲问了这么多一千位 世界的有关的社会或商业精英 大家都认为气候变迁 生物多样性缺水或自然灾害 都是最重要可能发生的议题 各位想想看 就说整个世界的局势运作到这儿 那今年十月现在应该也调查过去 明年二月又会公布 这次传染病一定会进去 传染病的议题一定会进去 那它的关键性跟治理有关系 一个国家的治理有关系 所以刚刚陈副局长在演讲里面 其实是谈到一个社会在救灾的系统 跟它的强韧性 如果这个救灾的系统跟它的强韧性够的话 其实我们就够快速来回应这些问题 那我们在谈气候变迁的问题是说 但是希望这些事情不要发生 但现实上它会越来越强 所以这是这个一个问题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在国内 七二水灾 这个在莫拉克风灾 宜蘭大水 这美国深迪台风 哈维台风 巴赫山 这个在美国 Katrina跟在2015 在2012 对美国冲击都非常的大 就是整个几十万人的城市 纽纳洋梁就开始要大量 30万人向外的迁徙 逃难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些图片 这些都我们耳熟能详 至少在今年二月 这个新冠肺炎爆发之前 大家都还记得澳洲还在烧野火 对不对 加州也在烧野火 这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 就是因为越来越干旱 越来越干旱 或是佛拉丁或是洪水 海燕台风 如果各位好影响 这对菲律宾冲击非常大 鬼怒川这个在2015年年底 大家知道鬼怒川 搞不好有同仁去那边玩过 它是温泉地 OK 燕子台风 这个关西机场整个重创 哈吉倍台风 去年 到今年 我们在五月的时候 中国洪灾 日本洪灾 整个全球不只是东亚 其实非常多的国家 都陷入这样的一个洪灾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般在谈气候变迁 跟排碳有关系 刚好在全球的经济体里边 中国排碳98亿吨 占全球第一 印度排碳 我那天看了一个资料 应该是24亿吨 全球第三 美国第二 日本排碳12亿吨 12亿吨二氧化碳 排碳第五 韩国6.1亿吨 排碳第七 台湾排碳2.7亿吨 但是台湾我们在 1000万人口的国家里边 我们排碳 人均排碳大概是11亿吨 我们在全球排碳第八 那这个为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这么严重 因为未来现在从2015年 大家知道巴黎协定 已经开始制定要有一些 有一些对一些国家 如果你没有进入 积极的排碳的话 你要接受制裁 那刚好前天 这个所谓的CCPI 就是德国的这个 German Watch 排名 就是又把这个 全世界的这个气候排碳 这个重新计算 它的治理的排名 台湾又是倒数第五名 那这个有一些故事 我们底下如果有机会再谈 那我会认为是说 台湾其实现在 面对的不是只有气候变迁 那我跟各位讲 现在全世界有几个大的主流 大家知道数位嘛 对不对 数位嘛 云端嘛 AI嘛 这是一个全世界科技驱动 就非常大的主流 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气候问题 另外一个气候 所以全世界现在是 这两个问题一直在搅动 那今年就加入了这个所谓的pandemic 所谓的疫病大流行 其实比尔格斯就在两年前一直呼吁说 我的基金会研究出来了 一定会产生疫病大流行 那上次对东亚疫病大流行 对我们台湾疫病大流行 就是2003的SARS 所以疫病大流行 这个也已经进入了我们人类的奇程 我现在跟学生被的讲 因为现在学生有的是1998才生 我们在1990的时候没有听过什么叫全球化的概念 没有沙尘暴的概念 也根本没有PM2.5的概念 如果大家去回忆那一段时间 我们进入到了2000年的时候 其实气候的脆弱度就越来越强 然后疫病传染 那我认为台湾在整个世界的格局里面 除了这两个 我们就是合设经济的架构 我们就低水价低电价 低的人才价格 低的新劳动心支撑 我们台湾人类的架构 支撑我们台湾人类的架构 然后能源转型的瓶颈 那各位知道现在风电开始起来了 那人才进不来的风险 老化社会 全世界包括OECD 包括G20 G20就是G7 那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这些大国 意大利 七个国家 再加上中国集团 再加上四个金砖 巴西 印度 这些 全世界进入老化社会 也已经进入这个7成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是2018 进入所谓的高龄化社会 2025要进入所谓的超高龄化社会 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世界 發展的元素里面 我们进入了老化社会 我们抢了气候吹路 我们疫病传染 我们一定都受到冲击 那这次因为我们手都非常好 手都非常好 那再加上这几个问题 如果连结在一起的话 我想我们台湾如果不转型不改革的话 问题发生了非常大 那我各位可以来看这几张图 气候脆弱度的问题 各位可以看这个 大概就是耳熟能详 那这边我就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 台湾钱因为卡牧 是因为我们用低的水价跟电价 跟劳动价格 跟我们社会科学叫寻租 用这样的概念使得我们的经济起来了 可是这种台湾钱 这样的过去成功的典范 事实上就是今天转型的一个绊脚石 台湾必须要转型 或者我们继续 各位想象一件事情 我讲快一点 我们2025讲说 我们会进入超高龄社会 我们必须要引进高阶人才 以我们目前这么低薪的状况 人才会去首尔 会去东京 会去新加坡 会不会来台北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台湾的内部不改革的话 其实会面对这么大的问题 那我待会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台湾其实有一些转型 那这一张就是 我们去年 我们投影中心 刚好去年 11月12日有一个记者会 来公布我们的 能源转型的一个政策白皮书 那刚好前两天 自由时报就统计出来 这数据 我上个礼拜还看了最新的数据 我们台湾的工业用电 全世界排名第四低 民生用电全世界排名第二低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 我们会缺电 这其实是一个旧的思维 我们必须要 大家都知道 使用者付费 你必须要用价格去制约 制约这样的一个习性 台湾会不会缺水 其实台湾也不会缺水 但台湾为什么会缺水 如果待会有机会可以讲 第一个水价 第二台湾必须要建更多污水的再生处理厂 我打断一下 我2007年去以色列南端的一个城市 各位知道以色列全部都沙漠 他们南端的城市 在海水淡化厂做得非常好 以色列的强韧度 他们可以用捐滴灌溉的技术 做出来 捐滴灌溉技术 种了农产品 销到台北的超市 以色列就是逆境中求生存 那我们台湾就想骗了这种水价低价 所以我们现在要动 就是很困难 每一届的执政党 其实都不敢动 政府的时代有油电双掌 所以被打了哀哀叫 现在的执政党其实也很不敢动 可是这个不动 就会攸关到我们下一个世代的竞争力 还有我们下一个世代的永续 是不够的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要讲 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 一样这样的价格就是 不会促成我们的厂商去放弃这种 低毛利的 没有高附加价值的产业 然后我们继续享有这样的资源 可是你的心思就是低 当你的心思低的时候 你人才就不会创新 还有你的低的外部的水价跟电价 你不会驱动厂商去做创新研发 不会驱动它去做高附加价值的东西 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知道 如果我新商的话 这个东西已经不赚了 或赚的利润越来越少的时候 我干脆就赶快转投资去做其他的产业 那是因为我们一直维持这样的架构 所以让很多的我们的产业 也还停留在这个阶段 那各位知道 我们的低的电价 低的水价 或是整个package 整个包裹下来 其实就是对我们的环境产生很大的冲击 那这个Cover Story 就是商业周刊在2010年 那时候刚好国光石化那个案子 做的一个故事 就是大家知道 从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听到 什么叫PM2.5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各位看到 那2025年 各位知道就是 超高龄社会 我们必须要引进 新的人 新的人才进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是台湾现在已经走进去 而且台湾非常的快速 那我们跟日本 跟南韩都有共同的一个现象 就是 少子化 然后不婚 然后晚婚 这样的一个现象 然后这几个国家刚刚好 因为工业急速的发展 所以在社会安全体系上 做的是不好的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全世界的 运作的model 运放到东亚来 就是因为我们急速发展 那要追赶西方的工业社会 可是对我们整个 这一个区域的国家内部的永续 其实做的是不好的 所以那我们要跟我们的下一代 再怎么交代未来的永续 这大家可以来思考 像在人才低薪刚刚就讲的 这样的低薪 这样的青年贫穷 就是一个系统风险 所以世界各国 现在经常有非常多的运动 无论各位去想想看 我们的这个太阳化运动 或是世界各国现在的 黄备心运动 或是今年在赤利 因为要召开APEC 也要召开这个气候变迁大会 整个停掉 也跟这个青年贫穷抗疫 非常有大的关系 那这一兵大邀请就不要讲了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一个大的东西是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印象 就是台湾整个 要怎么去转换我们的轨道 这个是需要大家共同来思考的 当我们还有普悠马号 这个会翻车 当我们还有每一个人 都可能去乾柜唱歌 会有火灾 那你火灾不知道要怎么样 那竟然是把这个消防警报器关掉 我们还有这些系统风险的话 我们要upgrade到现在 我们全世界在讲的这种 3D列印 先进材料 自动驾驶 无人车 数位革命 跟年轻人最喜欢的物联网 其实这是有一段很大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这样的一个社会 如果还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系统性风险 我们的灾难就会不断 我们的消防弟兄 我们的救灾的弟兄 就会非常的忙碌 而且曝险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所以当一个国家跟社会系统 如果能够转换的话 这个事情就可以避免 我举一个例子 宜蘭的两台陆克遥远车 为什么会掉下去 因为当时 我们 当时 台湾的内政部 我要讲这个故事 就是说 李宏远当内政部部长的时候 我们土木的老师 大家都熟 他就是去强制整合了 所有的降雨资料 所以现在 一个降雨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其实车子是不准出城的 当初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整合系统的话 车子不会出花蓮市 不会在宜蘭掉下去 不会有这么多消防兄弟 要去冒险去那边救灾 所以这个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系统 那其实在八八崩灾的时候 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我们那时候 其实就有做相关的建议 可是那时候很麻烦 这个建议 有小故事我就公开我就不讲了 我们认为这个应该是 对政府做宣誓 然后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 那可惜 就是说企业都只有想到他自己 所以到最后还是一样 全部人进门受这样的一个风险 再讲一次 如果我们有一个 抢的治理系统 一个抢的资讯系统 这都是台湾的强项 如果能够整合好 数位的革命 也可以让台湾过去的 这样的一个 比较永续比较慢的东西 开始强化 比如说用数位的方式 让我们的能源效率更好 让我们产商更节电 让我们产商更 更在生产制程里面 更少有的生产线 可以制程更多的东西 这就是台湾必要走的路 否则我们就是一直停留在 旧的系统里面 旧的系统里面 那大家就在那边辩论说 我们缺电啊 所以我们要核电啊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啊 现在都是旧的边论思维 好 那我要讲的是说 台湾其实现在 就是在这个架构 我们长期低毛利 低价竞争 具备弹性快速的代工模式 区域国家的后进 越南啊 这些都在追赶 台湾如果要进入到 第四次工业革命 我们在人口啊 社会啊 环境啊 健康每一个领域 我们其实都要 开始转换我们的步骤 这个是比较 有那个的 好 我常常在讲这张图 如果各位可以来看 台湾吉英文卡包就是 我们的台商 这边 我们的台商 OK 我们如果大家都有印象的话 我们在1980 这边比较老一辈的人 1980年代 因为引进了RCA的这个 这个电子技术 所以我们可以 用100块买到一支电子表 对不对 OK 那个时候是台湾吉英文卡包 但是全世界进入到2010年时 其实开始已经进入灯源转型了 所以你如果 我的手机 小手机 有带来 你如果还有这样的手机的话 我现在有两支手机 因为被学生笑说 老师你怎么还用这样的手机 这样的手机 Nokia 在2010的时候 它全世界的市占率40% Nokia那时候威力非常强 当Apple出来的时候 它整个就掉下去了 差点破产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意思说 当全世界在2010年前后 已经开始走向所谓的低碳经济 低碳社会 现在是甚至讲碳中和无碳 2050年不要排碳了 或是碳刚好能够抵到没有的 碳中和抵碳的过程 全世界已经开始 从2000年开始往前拉拔 我们国内还在辩论旧的议题的时候 我们的下一个世代老实讲 就是没有竞争力 这是非常清楚的态势 所以 这是整个社会发展曲线 S曲线 如果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谈社会发展 就是一个S曲线 当这样的S曲线继续往前伸 跟全世界都在续续往上走的时候 落差会越来越大 会越来越大 那灾难当然会越来越大 这我是在去年 今年2月 写了一篇文章 在这个 《经济日报》 讲台湾的系统风险 跟世代矛盾 好 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 全世界现在在走的路径 其实这个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 我们过去会认为 环境跟经济是不可相容的 问题是现在不是 就是我刚刚各位讲 现在全世界有两个上位的主流 一个就是数位 数位科技 云端 物联网 另外一个就是气候 全世界现在已经这样走 已经有超过137个国家 宣誓说 2050的时候 他们的国家要静音排碳 要碳中和 就是说 假设我排碳的话 我必须去外面 买其他的 绿地 来 减低 或是我将排碳 收集起来再利用 或是我把它 存在地底下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 发展这样的技术 好 那 这些国家宣誓排碳 然后已经有22个国家 进入了政策的文件 然后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开始重视这个对经济的影响 这一位是德国的前外交部长 现任的欧盟的理事会的主席 ウスラフォンデライン 他很敢讲话 我2017、8月的时候 去德国访问的时候 他前一天还在欧盟的会议里面 直接喷起说 我们要重视中国 对我们欧盟的分裂 各位知道 中国的一带一路 其实带进了欧盟 所以带进了意大利跟希腊 就是他的前哨 所以每次欧盟要召开会议说 要开始检讨中国的时候 这两个国家 就会出来帮他讲话 可是各位看这一次看 这次新冠肺炎非常惨烈的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因为在米兰有 大概一万个温州工人 大概就是在封城的时候 涌令意大利 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 意大利当时 连我们的国籍航空都禁 中国当然禁 连我们都禁 禁了没有用 因为根据所有轨迹研究 在封城那一刹那 有五百万人涌出武汉 再涌到全世界各地 中国引力运行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造成全世界现在不可收拾 乌斯拉奉得来 他找了一位他的副主席 荷兰的前外长 他们现在谈了一个重要事实 现在最新的资讯 他们要在2023的时候 最快要在2023的时候 要制定一个叫 碳边境调整机制 简单来讲 用俗话来讲 碳关税 假如你这个国家没有做好 排减碳措施的时候 你进来的产品 我就要克更多的税 那这个对台湾影响非常大 因为我在 我每次演讲都这样讲 这个 在2005年的时候 我的一个专班的学生 是BenQ的处章 他就跟我讲说 上课就说 老师你们关心环境问题 不用担心 我们BenQ每天都盯着欧盟的 电子配器物指令 化学物质处理指令 如果我们没有follow 欧盟的东西 我们的产品是进不到欧盟市场 所以这个冲击非常大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福利碳化物 我们冰箱里面都有福利碳化物 这个门特楼工业 在1979年的门特楼工业 有制定对福利碳化物的管制 台湾的政府 当时有针对福利碳化物 做出相关的政策跟管制措施 所以欧盟后来 在他们的这个政策里边 就说台湾因为对福利碳化物 有相关的管制政策 符合我们的标准 所以进来就免检释这个东西 所以就说一个国家在面对全球的气候 我要讲的是一个气候经济的时代的时候 如果我们还不调整的话 我们绝对会上市竞争的 那当然我们内部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还不能走到更长眼更永续的 好 韩国这个文在研在6月1号宣示 韩国要走向碳中和 那他在这个月在国会正式的宣示 好 这个习近平大概在一个半月前宣示 中国要在2060进入到这个碳中和 日本大概在这个月之内 11月也宣示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整个东亚跟我们竞争的强烈的国家 韩国 中国 日本 都已经宣示了 那我们台湾到现在还没有宣示 所以我前天刚好在今日报又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写说 台湾这个宣布碳中和的四个要件 那我们也透过一些方式 传递给我们的政府说 台湾怎么动了 什么嘛 应该要赶快来动 OK 那这个影响 这个大家 我刚刚讲的就是 这个影响不只是这样 各位可以看到 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产业 被要求你要用百分之百的再生能源 所以你想像到 现在已经这个大概是最新的数据 已经有两百六十 全世界两百六十个国际的企业 宣示百分之百的绿 台湾 台积电已经宣示了 在大概一个半月前 鸿海也宣示了 那知道Microsoft 各位知道它不是制造业 它也说是我已经禁令排碳 目前已经禁令排碳 那台积电跟鸿海 是2050年要禁令排碳 那各位想想看 台湾是非常多国际大厂的这个分工链 大厂一定会要求 你要使用再生能源 或者我就会转单 所以这个对台湾现在内部 压力非常大 但是这就是一个现实 台湾怎么走到禁令排碳 或是走到百分之百的再生能源 有非常多的策略跟方式 都是需要大家现在共同的来努力 所以这张各位可以看到 你所有想像得到的国际的大厂 全部都在讲R100 那我们台湾的这个中小企业 大概在一个半月前 他们组了一个联盟说 我们做不到R100 太困难了 现在买不到 我们先从R10 我们的用电百分之10 是来自赖山文年这样就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现在的一个进程 那这供应链 全世界就是要求 你的这个厂商 你底下供应链也要使用 也要探揭露 各位各位知道前天刚好公布了 我们台湾有9家企业 包括台歌大 包括富邦 包括台大店 都是A级 台湾这次好像进去27家 其他有18家 就是A-级 我们台湾的企业 要去跟人家玩亚洲杯 要玩全球杯 你就必须要进入 这个国际的气候的游戏规则 而且它是完整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 转换的系统 所以我一直在讲 这是一个气候经济的时代 应该要讲 而且我们不应该只是重视数位 我们同时要重视数位跟低碳 因为低碳社会是一个 新的时代的一个来临 大概是这样一个态势 政府准备好了吗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 一直还在这个拉拔 那我最近两个月的观察 我一直在讲说 我们台湾的产业 其实现在有内部的分裂 电子业 金融业 半导体业 这些要打国际杯的 都会要求我们政府 赶快制定入 赶快征收碳费 电价水价 对他们其实都不是太高的成本 我们其他的 能源的密集产业 有部分的能源密集产业 石化业 钢铁业 都认为说 台湾就是缺水缺电 缺人缺 其实这些都是 旧的思维在看的问题 如果你用另外一个思维 来转换的话 其实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必须要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刚好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奇迹点 我在选前大概十天 问我们班同学 二十个同学 说你们希望川普当选 还是拜登当选 十八个同学局 川普当选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大家都知道 然后川普好像对台湾比较好 那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 哎呀得了吧 你们想想看 我们就是要送川普一个台湾之友 anyway现在形势无论怎么样 就是说过去二十几年来 接近三十年 台湾每年只有100亿的投资 因为2018年10月开始的中美贸易战跟科技战 让现在台湾要回来台湾投资 已经到达了一兆三千亿 所以台湾在这个架构底下 如果不去做脱胎换股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又会有很多更耗能的 更多的废弃物乱到更多的污染 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证着说 这个时候其实是很重要 台湾重要的时刻 应该正式来检视我们的各种 环境排碳能源 全部大家要来谈这件事情 那当然都不是只有谈 一定要做一些研究 做一些探讨 所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说 从台商回流看到台湾的转型气息 如果我们不转型 各位知道不转型 你就等着在那边 可以作弊 OK 所以大概的时间 那现在金管会 我大概用最后两分钟来讲 我们的金管会 在国际的金融管制的要求底下 要求我们的金管会 要开始对我们的内部的 国家内部的公司 开始进行有相关的永续的管制 所以金管会大概在这两个月 开始运作所谓的公司治理3.0 大家这两天都看到金管会 开始在打房 其实他前两个月的作为 就是公司治理3.0 就是企业要去注重你的企业的营运 必须要关注环境社会还有治理 所以公司治理3.0 就会开始驱动企业不只是关心环境问题 还要关心社会不平等问题 那大家就会去辩论说企业的本质 到底是赚钱呢 还是要服务社会 各位可以回到一个很基本 这个企业会成功 一定是立基于这个企业 所以它是站在一个社会的根基底下 成长起来的 所以全世界都要求企业就是要回馈社会 尤其现在环境问题跟社会不平等问题 贫穷问题 清贫问题 1比99问题 都会让年轻人来反叛 政治上产生很大的风险 我想这是来看的 另外一个 除了公司治理3.0 现在也在倡议所谓的 金管卫已经要求 进入所谓的绿色金融2.0 就是2016年开始是鼓励 产业投资再生能源 现在已经不能只有投资再生能源 你还是要进入所谓的环境社会 公司治理的三大面向 对于相关的整个社会整体的投资 还要再强化 这就是绿色金融2.0的方式 那这里面有细部的东西我就不讲 我们的台湾的产业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 加入了国际的游戏规则 有关气候转型 那我要讲 这个就是大家参考的名单 这个大概是在不到两个礼拜前的消息 在入选道琼指数有关 道琼的永续指数 台湾有越来越多加上榜 就表示我们台湾其实内部是有希望 我们台湾的厂商非常的弹性 非常的快速 所以如果有朋友在这样相关的产业 或是在顾问公司来服务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那种感受 那种所谓的朝向永续的这种气氛 越来越强 所以台湾现在内部是进行这样的转型 那我一直在讲说 我们台湾不应该还耗在五缺的争议 还耗在核电的争议 还耗在整个低伏价价值的生产链 我们应该走向一个要有一个愿景 走向一个低碳社会高伏价价值 社会共识 社会创新 以人为本的一个社会 这是台湾可以做的长项 我们在新冠肺炎 我们都可以做到 台湾can help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部分做不到 我们如果没有国际的联合国的地位 国际组织的地位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年轻人更活跃 在各种国际舞台里面提出我们的议题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来主导一些议题 所以我一直认为是说 台湾无论从我们地方 从这个城市到国家 到区域到全球 我们应该对我们贡献的量 谢谢各位所定观点会客室 今天的这个讲者是周桂田老师 那我们透过了这一段的精华摘要知道 时下的时局的这个情势 就是当疫灾已经重创了世界秩序 遇上了国际减碳当道 冲击挑战了以出口作为命脉的台湾经济 然后台商回流破兆源 而用电即将激增 可是又遇上了要减煤炭 抗空污为主轴的能源转型 我们的能源的这个配比还有电价会不大一样 这些看起来就是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 国际的事情 年轻人的未来在哪里的这个公共议题 其实也是观点会客室 我们长期在关怀的主题 您可以在我们会客室里面 您可以听到关于这些转型的 棒子与胡萝卜 也就是法则与诱因 或者是降低阵痛的转型管理 当然更能够了解到 作为公民你我参与的空间 毕竟在民主社会 谁是总统的韬鸡 谁才是真正来下决定的人 其实就是你和我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锁定今天的观点会客室 这个节目是由NITS Radio跟台大风险中心 所共同制播的 我是陈伟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下周再会 拜拜